感謝余凱 且讓我先再切回來 就是那個書名 大家記得 就是他的書不是講環評的書啊 就是裡面其實很多是 這些很多很多累積的小案例裡面 然後去看到底公務部門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我必須要先講一些事情 是我覺得余凱這件 真的是非常勇敢的 因為之前他問我說 我就是可能可以推薦一下這本書啊 然後我說我其實還不太 我連我這種平常我覺得 一定算敢亂說話一些 亂說話的人 我都覺得我比較難 我不太敢直接把林子杰 去為這本書背書 在這種場合 或是我自己部內 開始分發給我的同事們 所以在體制內改革 我覺得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自己會非常感謝 那同事我也可以說一下 我們有幾個 因為我一直推薦同事去看 然後有幾個同事看到一半 就跟我說他看到真的很想要掉 我因為那真的是真正的一層 基層公園 不是你們在親吻上看到 那些政治人物的心情 所以還是再次的推薦這本書 好那感謝余凱 好你就要說手了嗎 你就要余凱了嗎 好那感謝余凱 到下一位第二位就 好 好 好